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 大家最熟悉的是唐朝的杨贵妃 唐玄中宠贵妃出了名 富丽唐皇的离宫成为两人的爱巢 甚至唐朝诗人白居易 也在《长恨歌》当中有提到 如今离宫的样貌曝光了 中国考古人员花了两年的时间 挖出了离宫规模最大的建筑群朝圆阁 这是盛唐时期最高水准的宫廷建筑 更是目前唯一被发现的 唐朝高台建筑遗址 杨玉玄对离宫的富丽唐皇赞叹不已 晋升贵妃后唐玄宗扩建离宫来宠爱杨贵妃 唐朝诗人白居易把这段史诗 写入《长恨歌》中流传千古 吸引大批考古学家远赴离山挖掘 我现在能看到的是朝圆阁西侧的踏步 它这个踏步 台阶是踏步 就是上下这个朝圆阁 陕西省考古人员从2018年开始 在西安离山西秀岭上挖掘朝圆阁 这是唐朝华清宫离山禁院内规模最大的建筑群 是盛唐时期最高水准的宫廷建筑之一 也是目前唯一被发现的唐朝高台建筑遗址 考古人员已经挖出朝圆阁主体建筑 包括东西两侧踏道跟廊坊 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尺 还在东侧廊坊下发现碳化的地幅 是中国境内保存最完整的地幅遗迹 人家建筑设计的高超水平 也让人更了解唐朝建筑对后世建筑产生的影响 林一齐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